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哈喽,亲爱的你,晚上好,我是应游 很高兴又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够用声音的方式与您遇见 今晚应有要为您分享到的文章 来自不辣的妈,你的形象里藏着你的运气 这些年,打出租车的次数虽说不多,也有上百次 见过的出租车司机形形色色,唯独有一位女司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从火车站出来,在出租车后车区坐上一辆出租车 拉开车门,一只脚刚迈上去,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 香而不腻,若有若无的花香味道 坐上副驾驶座,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 您好,请问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告知目的地之后,我便多看了司机几眼 这一看,改变了我对出租车司机的印象 平时见到的女司机不多 偶尔见到几个,也是一身工装打扮 不失粉带,满脸憔悴 这一位却完全不一样 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年纪 脸上胶原蛋白依然很足 略是粉带,穿着精致 与要去上班的白领一般无二 唯一不同的是,脚上蹬着一双轻便的休闲鞋 再看看车里 副驾驶和后座上各摆着一盒抽纸 座椅套着素担的座套,干净油温馨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打的出租车 可能以为自己上错了车 误上了一位女精英的私家车 我对她充满了好奇 便有一句无一句地聊了起来 女司机不是我看到的三十多岁 而是四十出头 由于经常锻炼又保养良好 看起来比同龄人小好几岁 虽然开出租车 但她每天早上会花半个小时化妆 然后挑一套合身的衣服 把车收拾干净再出门 她说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对乘客的尊重 问到她的生意怎么样 她说,生意还不错 可能是运气比较好 这些年有了不少回头客 都很照顾她的生意 有时候一天拉几个远程 就够她出车的费用 剩下的赚的都是自己的 一路下来她始终面带微笑 说话不计不虚 开车不强不计 让人如沐春风 我终于明白她说的运气比较好 是什么意思 下车的时候 我留了她的电话 告诉她如果有机会 还会坐她的车 小时候总是认为形象无所谓 内在眉才是最重要的 实力决定一切 后来就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 大学毕业那一年 跟风般地参加了审考 出人意料的比试成绩还不错 按照三比一进面试 十二个人进了面试 取四个 我是第五名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在面试中 稍微表现出色一点 能超过前面的一个人 就有可能上位了 面试也准备了一段时间 但对面试没有什么概念 以为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回答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谁回答得好 谁胜出 那一年 面试安排在寒假 大四最后一个学期还没有开学 过年的时候 有经济提议 是不是要准备一套正规的衣服 我不屑地说 用不着 又不是去选美 实力最重要 就这样 我随便穿了一套衣服 出现在了考场 那个时候 功考辅导班 网络辅导班等还没有盛行 很多人如我一般 穿着并不是很讲究 大约有一半的人 穿着比较随意 我那一组里 有两个人特别人注目 一男一女都穿着职业套装 男的穿西装打领带 女的穿浅色套裙 脸上化着淡妆 神采奕奕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 果然不出所料 面试十来分钟就结束 三个问题并没有太难回答 接着就是在另一个屋子里等成绩 等上午全部面试结束 成绩公布 面试成绩第六 总成绩第六 尽尽无望 我特意关注了一下 那一男一女的成绩 一个面试第一 一个面试第二 当时还愤愤地想 哼 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后来逐渐对面试有了了解 直到形象分占一定的比例 自己也重视了起来 后来的各种面试 很少有失手的时候 当讨论形象在面试中占多大比例的时候 一个曾经当过考官的朋友说 这可多可少 虽然面试中规定了各项内容所占的笔直 形象占不了多少分 但考官的印象分很重要 有时候直接决定你的面试的成败 他说 考官并不会庸俗地认为 长得好 或者穿得好 就会给你的面试加分 这个形象也是综合分 从你的形象里 能够看到你对这次面试的重视程度 你的心理状态 你的精神面貌 你的内心世界等等 如果你是一个面试官 你看到一个人立马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水平差不多的条件下 你会不会优先考虑他呢 听了他的话 我对形象的含义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不仅仅是指你的外貌 你的穿着 还有你的礼仪 你的状态等等 你的形象就是你整个人 给别人的外部感觉 给人感觉好 自然你的运气也会跟着好起来 去年朋友要生孩子 提前开始找月嫂 他挺着大肚子 面试了二十几个 最终确定了一个 我们开玩笑说 给你当月嫂真不容易 你比公司HR的要求都多 见这么多人你不累啊 他说能不累吗 但为了自己能做一个舒心的月子 现在那点也值了 那你面试的标准是什么 他说 其实啊也没什么标准 就是月嫂会的那一套都要会 再一个看着顺眼就行了 看着顺眼 这叫啥标准 他继续说 比如说看着太严肃的不行 不好相处 穿着太随意 太邋遢的不行 自己都收拾不好 怎么能照顾好别人 脸上有力气的也不行 性格不好 容易产生矛盾 太胖太瘦的都不行 我问他最后找了个什么样的 他说 看起来人很和善 穿着朴素但干净 面带自然的微笑 身材匀称 说话不紧不慢 就是不知道干得怎么样 我们说 他说 自己偷偷打听过了 这个是他们那里的头牌月扫 很多人提前半年都要预定的 价格高 大家还是争着排队 他运气好 真好赶上人家的空档了 这头牌月扫 仅仅是见一面 就能一眼看出来的 这些年 我由一个不修蝙蝠的人 开始慢慢地注重自己的形象 开始研究自己的穿着打扮 开始管理自己的身材 并不是认为外在美 比内在美更重要 而是渐渐懂得 什么叫内外兼修 你的内在气质 首先通过你的外在表现出来 极少有人愿意 从你不堪的形象中 慢慢发现内在美 而且 不注重外在形象的你 真的就有内在美吗 别人从你臃肿的身材 只会看到你的不自律 从你邋遢的外表 看到你的不认真 从你慵懒的面容中 看到你的懒惰 从你面带力气的脸上 看到你的不好心态 所以管理自己的形象的同时 也是管理自己的内在 内在通过外在体现出来 我相信同等条件下 形象是你的加分项 也是你的好运 给自己添好运的事 谁会拒绝呢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是这样了 如果喜欢英游的声音 或者想和我更多的交流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剧听 相聚的剧 听见的听 或者是华夏故事的全篇 就可以找到我 我是英游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多久没看过 眼空的繁星 多久没听过 花开的声音 每天像是种 转动个不停 流失着时光 重复着生命 是否还记得 最初的约定 是否还怀念错过的曾经 趁究竟还没 把青春耗尽 快点去寻找 丢失的梦境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背包里只装的憧憬 比阳光纯净 比蝴蝶轻益 走过的飞是别人的风景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心若有梦永远的年轻 不关于我情 不问愿何情 未来不确定才敢值得前进 多久没看过 眼空的繁星 多久没听过花开的声音 每天像诗中 转动个不停 流失着时光 重复着生命 是否还记得 最初的约定 是否还怀念错过的曾经 趁究竟还没 把青春耗尽 快点去寻找 丢失的梦境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背包里痴窗的憧憬 比阳光纯净 比蝴蝶轻益 走过的背影是别人的风景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心若有梦永远的年轻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不管阴火情 不问越何情 未来不确定才更值得前进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背包里痴窗的憧憬 比阳光纯净 比蝴蝶轻益 走过的背影是别人的风景 就带着梦想去旅行 心若有梦永远的年轻 不管阴火情 不问越何情 未来不确定才更值得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屏